警隊人員,也利用把持的區議會阻撓相關計劃 形容是反中亂港分子將內地支援香港抗疫的措施政治化 屬於政治攬炒,已經到了吳港底線地步 港澳辦支持香港執法和司法機構 對製造和山坡謠言,阻撓抗疫的違法分子依法懲處 中聯辦就批評這些人,罔顧社會利益和市民健康 又說甚至有人暴力襲擊,推廣全民檢測的義工 形容行徑卑劣、冷血和醜案 強調中央會繼續全力支持香港齊心抗疫 警方倒破今年最大宗跨國販毒案 檢獲毒品約值1億7千多萬,拘捕兩個人 一支技術故障,我們轉看看 警方拘捕四個人,社團掌掘一個13歲的女童 警方昨天下午接獲女童報案 說他在上星期下午在香港仔石牌灣村的遊樂場 給多個朋友掌掘,導致面部輕微紅腫 警方同日是香港仔 拘捕一個18歲的男人和3個13或14歲的女生 涉嫌普通襲擊 相信事件是源於感情糾紛 警方就重申,說不容忍任何欺凌或者暴力行為 接著轉看看,央時播放解放軍航母艦遼寧艦訓練片段 說搭載的殲15戰機掛載導彈飛行 官司專家就說,殲15已經形成整裝續戰能力 央時的片段裏面見到殲15艦載機在指揮員指揮之下 由遼寧艦航母機甲板上懷躍起飛 報道說,殲15是掛載導彈飛行 多架戰艦